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周苏的周老师 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九讲 有关于政治跟法律环境的问题 好 一样的 在开始的时候 为您准备的案例是 星空传媒在中国 星空传媒是各位所熟悉的STAR STAR TV 这个STAR它的原文是来自四个英文字母 S代表Satellite Television Asia Region 也就是卫星电视在亚洲地区的 各位所熟悉的 卫视在亚洲它可以有九种的语言 有五十个国家播放它的娱乐相关的电影 电视 音乐 体育等等 几乎有近三亿的人口 都是它的一个播送的对象 在亚洲拥有非常大的一个华语的市场 尽管如此 在90年代的初期 STAR TV想进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却撞了墙了 也就是提到铁板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原因是在90年初的时候 中国大陆市场开放 那么这个STAR TV 其实它原来是隶属于英国新闻集团 就是BBC 著名的BBC公司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那么在90年代 这个BBC看到亚洲市场 尤其是中国大陆市场的开放 所以它就想了 我或许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进到中国大陆市场去 所以它就在1993年的时候 它买下了香港的卫星电视公司 陆续在以超过大概是六亿美金 那么这个您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它的BBC的总裁 叫莫多克先生 他就买下了香港的卫星电视 那么这位莫多克先生 您看他是不是很有自信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是 他就宣称了 他说从此 卫视要进到中国大陆去 也就是要对全世界的极权政府 我要给他明显的威胁了 我们要来了 可是没想到在93年的时候 中国的国务院 也就是中国大陆对外宣传的最高的机构了 他突然颁布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它称为是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备管理规定 挺长的 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个人不得安装 可以接收卫星讯息的任何的设施 所以个人不能够有这样的设施 当然也接收不到相关的卫星的一些的传送 并且还有 他说了 各地的电视台 有线电视跟电视转播 一律禁止转播卫星传送的 境外播放电视节目 所以言下之意 这样子的一个独资的一个计划 要进到中国大陆市场 泡汤了 所以莫托克当然有点难过 对不对 更不巧的是 之后因为BBC 它有转播有关于 中国大陆法轮功的一些的 电视的一些的记录 结果被中国大陆政府知道以后 从此BBC 你要转播的这些的影片讯息 全部不得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这一项莫托克可伤脑筋了 所以他就在1996年的时候 他就想了 那这样子好了 之前我独自进去不行 这一次我用合资 所以就由香港的卫视电视公司 就跟另外两家中资的一些的公司 河谷 在香港又另外成立了凤凰卫视有限公司了 好 所以他就打算在2002年的时候 进到中国大陆去了 好 可是中国大陆政府也有交换的条件 你要来我大陆市场行 可是交换条件就是 你在英国的这个BBC 你必须允许我 中国央视所有的外语制作的节目 透过你BBC的channel 在英国跟法国做转播 也就是让我央视可以落地 英国跟法国 这个是交换条件 莫托克感觉 好像还不错 我们来着交换 可是在2002年达成这个协议 一直到2004年 其实中国大陆只让凤凰卫视 它的一个讯息大概只有在沿岸 尤其是集中在广东市而已 还不得到其他的 中国大陆的内陆市场去落地 那莫托克当然不满 所以莫托克就想 那这样子好了 我自己到这个青海 在青海的电视公司 我去买断它的电视节目总行吧 那我就买断那个 七点半以后的时段 我就在那边播放一些 我相关的这些的影片或讯息 好 结果没想到三个月之后 被这个广电总局又喊咖了 广电总局说 所有的那个卫星的播放 这些必须透过官方来转播 并且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准继续在中国大陆 继续的做一些的卫星的播送了 所以事实上 从1995年莫托克成立了 这个Star TV香港卫视 一直到2005年10年之间 其实莫托克耗费了近 好几十亿的美金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似乎也不见得很好 所以莫托克在10年之后承认 他说他在中国大陆是碰壁了 星空传媒在中国碰到了 他前所在这个自由市场里面 所没有见到的这些的 法律政治的议题 让他觉得非常的难过跟灰心 好 以上就是为您准备的个案 让我们来想一想 第一个要跟您来思考的是 星空传媒进入中国市场的阻碍 还有哪些 好 首先我们来思考到 可能是文化的问题 对不对 可是其实比文化更重要的 就是政治的问题了 对了 中国大陆政府 他不太愿意 有外国的传播媒体进来 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 比较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所以政府对人民希望 在一些的讯息传播上 有一些的管控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中国目前大概也只有央视 是因为跟政府 其实也就是政府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讯息传播的一个媒介了 所以中国大陆政府并不期待 也不希望有其他的媒体 进到中国大陆市场 这个可能是星空传媒 它所没有料想到的 好 第二个 为何中国当局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 允许星空卫视在中国大陆设据点呢 我常常在想 有人说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其实莫多克他也费尽了很多的心思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对于一个 讯息非常封闭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是中国大陆 他当然不希望任何的外界的媒体 尤其是传递自由民主思想的 这些的媒体进来 尤其BBC 他曾经有转播过法轮功的相关的影片 所以造成中国大陆政府 触动了中国大陆政府 非常敏感的神经 所以因此也让中国大陆政府 在这一方面 法令的限制非常的严格 也非常的管控 好 让我们继续的看 今天将要跟您分享的课程重点 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跟您说明什么是政治经济系统 并且来介绍法律系统 第三个要跟您来探讨的是 政治风险的内容 并且继续来说明讨论 地主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态度 还有母国政府对国际企业 或跨国公司的态度了 首先我们来看政治系统 政治系统指的是政府的体制 当然在目前的实际的运作当中 并没有绝对的民主 或没有绝对的极权 不过我们还是以民主政治 跟极权政治作为两个极端 为各位来做分享 首先是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的体制里面 比较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义 所以在政治经济里面 也强调个人在经济上 有完全的自由 社会的财富 其实是个人追求财富 或利益的累积的结果 当然这个政府是由人民来直选 以民意为依规 政府的政策必须显现 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 为意愿 为它一个施政的一个轴 大部分已开发的国家 或者是所有的民主的国家 他们的政府体制 大概都是民主政治 所以有些国家 是比较倾向民主政治的 那我们说过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所谓的极权政治了 极权政治它是强调的是 集体式的主义 就是大家一块的打锅饭的 所以在经济上 它认为团体或集体的目标 高过于个人的目标 社会的需求 大过于个人的需求 那么我们常见的极权政治国家 我们发现 政治的一个政府首长 并不是由人民来选择 而是集中在整个的政党 或集团 或者是个人 我们发现 人民的经济的自由 跟政治的自由 其实是受到政府 某种程度的限制 而这一类的极权政治 大部分发生在共产国家 回教极权国家 以及部分非洲的部落 大部分都是属于 这一个形态的 所以跨国公司 首先你到一个国家去 首先要了解的是 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体制 它是倾向于民主 还是倾向于极权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继续跟您分享 了解到在国际市场上 有些的国家是比较倾向民主 有些国家是倾向于比较极权的 这个就让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思考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政治体制 反映在它的一个经济社会里面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经济的 一个形态跟系统了 好 那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 其实是由政府跟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分为以下这四种 不同的经济形态 第一种叫做市场经济 顾名思义就是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政府鼓励私人自由的竞争 由市场的机制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第二个叫做指标经济 指标经济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比较是属于倾向于极权政治了 在这样极权政治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国家的政府 它限制个人或私人来参与生产 那么政府它所持的理由就是社会财 很多的财货其实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 集体的大家所共有的 要满足社会的需求 所以就要把社会财的资源分配 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考虑 全盘的分配 所以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这些的社会需求或社会财 就必须由国营事业来经营 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好 接下来为您介绍是 处于市场经济跟指标经济中间的有两种形态 第一个形态叫做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它是借在市场机制 以及指标经济的中间 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的生产 是透过政府跟民间企业来合作 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所以一方面有政府 另一方面是由民间来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 另外一种叫做国家指导经济 所谓的指导 这是当然是政府了 政府来指导私人企业怎么来做 如何来指导呢 也就是私人的投资活动 由国家的法规 或者是由政府来进行一些的法律程序 例如由政府来批准许可 并且发给许可执照 借由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 来规范企业的活动了 好 所以谈到国家指导经济 我们就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系统 其实如何来执行经济政治的系统呢 法律法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跟遵行的准则 所以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法律系统了 法律系统呢 指的是它各种用来规范行为的法律 我们这里指的是规范企业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法律 跟确认法律这个可以被执行的一种管制程序 如果违反了那么那个国家的地主国政府 就可以依法来给予跨国公司进行制裁了 那为什么如此呢 其实法律系统的用途 它是来规范整个商业交易的行为准则 来保护买卖双方交易的进行了 那么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如何 因为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系统 为了维护本身的权益要受到保障 所以跨国公司必须对不同国家的法律系统 它之间的差异必须有一些的了解 在这里要跟您做一些的分享了 我曾经在2008 2009之间 曾经带了学生去参访 尤其到中国大陆还有到越南去参访 我到越南我们拜访了保城 在那边有一个协场 我们就请教保城的人力资源的主管 你们在这里如此经营的这么好 员工也以来保城上班为荣 那你们跟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他们说其实是很不错的挺好的 那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有关系 那你们如何建立这个关系 我非常讶异的是 保城的人力资源主管告诉我 第一个遵照当地的法律 我也曾经到昆山 我们去拜访杰安特 杰安特的总经理郑宝棠先生 跟我说周老师来到异地异乡 尤其来到中国大陆 第一要紧的就是遵照当地的法律 我们到天津 康师傅的天津厂 康师傅的张柏青总裁告诉我说 周老师来到中国大陆 虽然人家说是人质的国家 可是提醒同学们 第一重要的是尊重当地的法令 所以我当时有非常深的感触 就是去到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常说朝令夕改 可是我发现这些经营的很好的公司的主管 他们秉持着一个精神 当地的法令怎么样就遵照当地的法令 尤其当保存公司 那时候正好面临东亚经济风暴 所以很多的罢工代工在越南蓬勃的发展 所以我就问他你们如何来因应 他说如果政府把工资提高 我们马上跟着提高 所以这就是他们尊重当地法令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现 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讲 我一个很深的心得 当地的法令绝对要遵守 然后之后再建立起关系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法律对跨国公司 其实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法令 那么法律的规定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在这里要跟各位介绍 只是一些相关的法令 尤其是财产权 产品安全跟责任 以及契约法 首先跟您介绍的是财产权 近年尤其各个国家 在国际上尤其对智慧财产权 非常的重视 所以跨国公司要非常的注意 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它指的是电脑软体 萤幕播放音乐 新产品的配置处方等等 这些的创作 它以不同的形态来呈现 那么这些创作 如果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就必须借由专利 版权或者是商标的方式 来建立起它的所有权优势 而这些的优势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专利 专利是允许新产品或者新制成的发明人 它特别专有制造 使用跟销售它的新发明 或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权利 版权其实跟专利不太一样 同学不要混淆了 版权比如说创作歌曲或歌唱的 或者是美术品 或者是发行文宣品 这些的创作者拥有处置 它的作品的法律的专有权 另外一个跟制裁权相关的 就叫做商标 通常英文叫做Trademark 就是对注册登记的设计的作品 拥有将它作品商品化的权利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比如说像米奇老鼠 米奇老鼠其实它是华德迪士尼的商标 可是我可以把米奇的图案 放在书包上 放在铅笔盒上 放在衣服上 放在眼镜上 也就是把这个商标 可以做一些的 制作成一些的产品 这些就是商标 所以我可以把它给商品化的权利了 好 介绍完财产权之后 另外一个跨国公司要注意的就是 产品的安全跟责任相关的法律了 什么是产品安全呢 其实各个国家都有定令要求 厂商必须确保它的产品具有安全规格跟标准 所以很多国家有所谓的国家安全标准了 那么产品的责任是由跨国公司 或者是公司的负责人 必须对他所提供的产品或劳务 所造成的伤害依法负责 并且进行损害赔偿的责任 如果有造成一些的死亡或损害 所以其实对跨国公司来说 母国跟地主国其实对产品的安全 这个责任的要求程度不同 所以如果规定比较严格 当然跨国公司就会比较不具有或缺乏产品的竞争力 可是不管如何 跨国公司要进到哪个国家去 必须非常地小心这个国家有没有产品安全责任了 好 这里为您介绍一个案例 在台湾我们不是常常会 小朋友喜欢吃那个蒟蒻果冻吗 对啦 那常常呢 这个蒟蒻果冻的这个大小啊 对于不同年龄的小孩子可能不太一样的适应 比如说对大孩子来讲 这样的大小可能正好 可是对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 可能呢又太大容易去嗝到 或噎到你的喉咙 那么事实上在台湾目前对这方面的安全跟在国外 刚刚提到了 其实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就知名的蒟蒻果冻厂商在加拿大就曾经发生 小朋友呢吃果冻 噎到有至于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结果 所以呢在国外呢 判赔非常高的一个损害赔偿 可是在国内呢 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法律明文规定 所以呢跨过公司到海外经营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当地国家 有没有有关于产品安全的相关的规定跟法律 所以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 好第三个要跟您介绍的是契约法 契约法就是类似像我们的民法 就是在法律里面呢 民文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以及如何来执行的一些的相关的规定 这就是契约法的规定了 嗯好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继续回来 好我们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以及法律系统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政治风险了 跨过公司到海外去 面临的政治风险呢 通常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之前跟你所介绍的地主国的政治体制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呢 会不会因为主政者改变而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改变 并且这个国家里面有关于行政立法的这些的部门 他们在执行这些的政治理念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配套管制的时候 是不是具有一致性 是不是非常的稳定 第二个呢 就是地主国的社会情况了 通常我们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是不是好 比如这个国家是不是有种族歧视 是不是常常有暴动 这些就是第二个有关于政治风险的来源 第三个来源就是这个地主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是不是常常关系不好 所以呢会有一些的战争 或者是彼此之间有一些的贸易纠纷等等 所造成了跨过公司的一些的损失 所以最主要的地主国的政治 地主国的社会情况 以及地主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风险的来源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那如果有这些的政治风险 它将对地主国的经营的这些的跨国公司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 当然它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控制权跟管理权 比如地主国政府 它突然下了一个法令 它说呢 我们要把国内所有的企业给国有化 或者是土地征收 或者是工厂给征收 那当然跨国公司在那边的控制跟经营 就受到很大的威胁了 第二个影响就是影响到跨国公司的利润了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东亚金融风暴的时候 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工资要提升了 工资一旦提升 跨国公司在那边经营的成本 当然马上就上涨了 所以有关于这些都会影响到跨国公司在那边的经营的利润 或者是当地地主国官僚 拖延整个的申请的程序 这个时候就不是金钱的成本了 而时间成本就是跨国公司所要付上的机会成本的代价了 第三个它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营运管理功能的运作 所谓的管理功能包含所谓的产销人发财 生产啦 行销啦 人力资源啦 研发啦 还有财务管理 所以整个的政府的一个政策或法律的改变 在所有的这些部门之间的规划也好 组织也好 控制也好 都要整个受影响 所以跨国公司的整个的运作就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了跟干预 最后呢 当然在不好的状况之下 如果当地暴乱频繁 当然就会影响到跨国公司投资者的生命跟财产的安全了 针对于这些的风险跟影响 跨国公司如何来因应呢 也就是跨国公司如何做政治风险的管理呢 其实风险很高 也要好好的管理 否则的话呢 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大的 那当然了 我们还没有在撤资之前 有以下几点可以进行风险管理 第一个 我们可以采合资 或者是 我不要到地主国去直接经营 我采取授权的方式来降低 我进入当地地主国的一个政治风险了 我可以选择在当地跟政府关系良好的 这个本土厂商当作我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第二 我为了要规避地主国 以及跟母国之间呢 彼此互相交恶不利的影响 我可以分散我投资者的国籍来增加谈判 或者是第三 我可能在第三国有子公司 我呢 不直接从母国去投资 我利用第三国子公司的名义 到海外去进行投资 这也是一个办法 第四 我可以缩短环本的期间 或者是 那么我一开始投资的时候 我投资的金额不要太多 免得呢 我把风险呢 给这个都在同一个篮子里了 好 第五个 我也可以加强跟当地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当地不只是当地的企业 可能当地的民间组织 或当地的地方政府 第五 我也可以呢 建立呢 进行一些的政治的游说 我跟地主国的政府 或者是利益团体 建立很好的非正式的关系 第七 我也可以借由积极参与 并且支持公益的活动 我雇佣当地的员工 我创造利润 我跟当地的员工一起分享 我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或者是我跟当地的一些的团体 形成商业联盟 我跟来自于母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相同 或利害关系相同的企业 组成商业联盟 或者是再不然我就购买一些 政治风险 将政治风险转移给第三者 那再不然如果情况对我更不利 那算了 我就撤资好了 OK 好 以上就是政治风险的一些的管理的办法跟策略 最后要跟您讨论到的是 地主国跟母国对跨国公司有什么样的态度 到底跨国公司对他们是美女还是野兽 首先我们从地主国政府的态度来思考 有关于地主国对跨国公司的态度 可能有一些是好的 因为跨国公司有些的贡献 比如跨国公司可以创造地主国的就业机会 为地主国赚取外汇 引进技术 提高地主国的产业水准 这些都是受到地主国欢迎的原因 可是相对的它也带来一些威胁 比如跨国公司规模大 管理能力强 可能会对地主国的竞争者 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并且可能跨国公司 它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 它反而是掠夺地主国的资源 那它可能又对母国进口太多的原料 所以影响地主国的收支 或者移转过时的技术 或利用转播技家 把利润都给汇回它的母国去了 或者它是利用地主国在经济比较落后 所以跨国公司很多的资金流入 就可以对地主国造成主权独立的威胁 跨国公司有可能也会倾向支持母国的政策 所以让地主国有政府 有外人干扰内政的感觉 或者是跨国公司推行一些的改革 所以对地主国原本的传统有一些的违背 那当然了地主国可能有好也有不好的一个态度 对母国也可能有一些有利或者是不利的隐忧 对母国公司来讲 跨国公司可以从国外有一些的出口所得 这样增加母国的国际收支 或者是有一些的跨国经营的经验 可是隐忧在于跨国公司的营运重点在赚取利润 这个跟政府的重点似乎不太一样 而母国担心的是跨国公司可不可以跟流母国 所以对跨国公司来讲 其实国际收支倒不是那么重要的考量 所以这些都是母国跟地主国对跨国公司 一方面习一方面也优的考虑了 所以跨国公司到底是美女还是野兽呢 这个当然就要跨国公司进一步的思考 以及策略的运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